大家好,我自己看标题大家都知道今天是QA问答影片了是吧 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观众问我说什么时候拍QA 只是我觉得自己又不是什么名人 拍QA大家也不一定想看所以就一直没拍 那知道前阵子YouTube不是拔了我盈利吗 那我就想反正都要转型了不如搞点不一样了吧 于是就半自嘲的说来拍一只庆祝盈利被拔QA 没想到转过头YouTube又跟我说盈利恢复了 那既然盈利都回来了QA也就不拍了 好了,难道不怕你们到站检举吗 事不宜迟,马上来看看大家都想了解我的哪些方面吧 请问插机的大拇指几公分宽 你们真的奇怪耶,这有什么好知道的 大概两公分左右 公分 插机的三围多少 想问插机的三围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二四,二三,二四 插机的小插机大约是多长呢 插机有三十公分吗 差不多 插机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别以为你用个女生头像就骗得了我 你是男生耶 Raymond 不好意思,我是直男 下一位 插机加油 很喜欢你的影片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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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请问在被拔盈利的当下 插机是穿什么脸色的内裤 谢谢 好的,下一位 没什么想问的 但是我想听插机用尾声念我留言 好的,下一位 插机会不会看我的留言 会的,下一位 目前有七千六百八十六只留言 插机真的是一折折看到这吗 真的,下一位 为什么都回事吧 如果想跟插机说一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让我看看 大叔 好的,下一位 插机可以跟我说哈喽吗 嗨,钱哈喽 可以播橘子吗 插机会用膝盖吃冰淇淋吗 请问什么时候女装 插机可以边跳舞边讲故事吗 我想看 请问插机大大可以用鼻子吃插机饭吗 够了 我真的要吃到原地爆炸了 你们这些人类很不告急耶 能问信有质感一点的问题吗 插机会接VPN的业配吗 以后可以再插机看到Shift Shark VPN了吗 这些才是好问题嘛 既然你们那么想看 我又怎么可能让你失望呢 感谢Shift Shark VPN夺走我的出业 初次业配 由我来介绍Shift Shark 其实是最适合不过啦 因为我是真正体验过他们VPN的正式用家 用VPN可以解锁Netflix的地域限制 大家都已经听到耳朵烂掉了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 其实YouTube也有不少影片 只能在特定地区才能看到的呢 遇到这种情况 你只需要打开Shift Shark VPN 轻轻松松就可以切换IP地址 看你想看的影片 而且试图显恶啊 现在的网络犯罪那么猖狂 各种钓鱼网站和恶意软件都在等着你上钩 如果不想各自外泄 担心被骗财骗色 Shift Shark VPN的加密功能就可以保障数据安全 让你远离和预防外泄事件 如果你没用过VPN还在犹豫不决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先下载试用看看 他们有30天的推款保证 不满意就退费 现在点击讯讯栏 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插机 就可以取得独家优惠 外加三个月免费 谢谢Shift Shark VPN给我带来一个美好的出业体验 插机的猫叫什么 请问插机平常那只猫是公的还是母的 黑猫几岁啊 可不可以拍一支影片直讲你的猫猫 大家在每支片尾看到的那只猫呢 是一只三岁半的母猫叫假黑 它是我在2020年11月11号下班回家图众 在马路上捡到的流浪猫 我捡到它的时候呢 它大概就三个月大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养猫的经验 我还很记得捡到那天呢 我带假黑去看兽医 那医生还问我 你家里有猫杀吗 我还一脸懵逼的反问 啊 猫杀是什么 然后那医生就很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跟我解释 我这才知道原来猫呢 是要用猫杀的 虽然我没养过猫了 但我也不讨厌 既然那么有缘捡到了 而且假黑它有点脱缸的问题 不好找人领养 所以呢 我就一直养 养到现在 至于为什么叫假黑呢 是因为我刚养它的时候 以为黑帽的毛就一定是全黑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它的底毛呢 全是白色 那时候我还以为被帽给诈骗了 还在社群上发了个贴文求救 就这样我就给它起名作假黑 当然现在我是知道原来猫毛的颜色呢 是有分层次的了 我想问插机的颜值一到十给自己打多少份 我想知道你大概长几样的 我觉得就五六份左右吧 我不是一个帅哥 但应该也不算很丑 要我形容的话呢 就没粗粗 有点内霜 鼻子呢应该偏大 嘴唇呢算是厚的 然后皮肤稍微有点黑 那如果把这些特点交给AI去生成的话 好奇插机的NBTI 插机的星座是什么 我呢是处女座 NBTI的话呢是ISTJ贡物型 插机结婚了吗 请问插机的老婆是哪一型的女生 插机有小孩了吗 小孩独大了 是的我已经结婚有老婆 她算是那种很单纯 很容易跟人交心的那种女生 所以呢我真的很担心 她会被除了我以外的人骗 这小孩的话呢有一个 现在是在上小学的年纪 和Piano有什么关系 跟Piano有见过面吗 当然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我们的交集呢 就只是我之前自称是说说接Piano 然后他又出了一支影片回应 说自己是钢琴街的插机 反来就真的这样没在联系的 所以呢这一次我频道出意外 小偏第一时间都主动联系我 给我帮助 连我自己觉得非常意外感动 再说了假设我跟他真的有见过面 有什么关系 假设而已啊 也不可能会在这里跟大家坦白嘛 难道你觉得我会说 对呀我见过本人超正 每天晚上我们都cosplay 然后四手连弹啊 这样吧 咳 吃不吃香菜 一点点的话呢是可以的 但是超过三根呢我就不行了 想问插机是因为什么事 才开启说书频道的 其实呢我最初不是做说书的 至于是做什么呢 我在之前的直播里也有提到过 那让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以前刚开始我想要学秋秋学 讲点知识类的 他妈的不好意思啊 那个知识类我根本自己都没知识 我在那边查半天累得要命 好了之后呢又想说 嗯要不学这个X调查来做提案嘛 这样子还在那边呢 故意故弄玄虚的压低这个送线 大好我是插机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悬案 非常恐怖 结果他妈的我自己都不觉得好笑 或者或者好看 后来发现 首先如果说你现在问我做频道 最重要什么 要符合你自己性格 我性格就是这样搞笑嘛 那你就搞笑嘛 有时候喜欢扮女生 那你就扮女生 你在YouTube上的成功还可以复制吗 成功呢我是不敢当 但如果你要复制我的话呢 首先你要有痔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我不是说最初我是学人家搞智诗 讲悬案的嘛 发现不行了之后呢 才转做说书搞笑 但其实转了之后呢 我又做了好一阵子都没人看 就达不到YouTube那个 1000订阅和4000小时观看时数的那个标准 然后呢我就放弃了 有好几个月我连YouTube都没看 直到差不多半年左右吧 我因为有痔瘡要做手术 那有做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啊那是很痛的 做完之后呢 至少要躺着一个星期休息 整天躺在床上很无聊嘛 我就真的是这样子很偶然打开YouTube 发现 哎 有支影片突然被演算法推上去了 差一点点呢就可以达标了 所以呢我才重新做影片做到了现在 所以如果你想要复制我的成功 首先你要得痔瘡 然后做手术把它割了 想问差鸡现在几岁 确实年龄呢就不好回答了 不过你觉得一个结了混 小孩在上小学 还得过痔瘡的男人 大概会是几岁呢 想知道差鸡都怎么发想主题 每次主题都好好看 也跟别人很不一样 题材的灵感是从哪来的 我每次落死的时候 看你的影片都有被启发到 首先谢谢奎丁 也谢谢这个KenKenLi2141有被我启发到 不过拉屎的时候呢就别看影片了 过来人身份告诉你 做久了很容易得痔瘡 至于影片的主题 与其说是有创意 倒不如说是必不得已 首先我频道超过50%的观众呢 都来自台湾 按理说应该讲台湾的时事是最有热度的 不过因为我本身有主业 平常还要做家事 接送小孩和雇猫 只能用剩下的碎片时间来做影片 竟然就变成说 就算我想称台湾的时事啊 比如晚安小鸡这个鸡接掰累 我也来不及称 等我做好影片 前面都已经有无数人讲过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都只讲台湾以外发生的事情 那台湾观众就会觉得 诶 X7的题材我都没听过不知道耶 其实就只是一个信息差而已 X7的主页是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是除了问我是哪里人以外最多的了 不过很抱歉 这个呢 真的不太方便透露 我只能说是金融业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也经常到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之类的地方出差 也都在这些地方常做过一段时间 就可能因为这样啊 我的口音有点杂 让你们觉得我是这几个地方的人 想问X7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那钱当然是其中记忆了 没钱谁会没事一直做呢 但同时搞笑讲故事是符合我性格 也是我擅长和想做的事情 那有钱又做开心自然就会一直想做下去了 X7能说一下YouTube收入吗 其实像我以前没接业配 单靠YouTube的广告分层的收入呢 是挺好算的 毕竟我的观看数和YouTube的CPM呢 都是透明 有个叫阿仙说故事的频道 就做过一支影片 计算我的广告分层收入 我觉得呢 算是算得蛮准确的啦 所以可以推测茶几光 2022年YouTube的广告收入 一年就差不多有 121984美金的进账 可能 再多个一点点 不过大家别忘记啊 我还要缴税的 缴完税之后呢 就少了一大截 所以大家别以为我真的很有钱 我也只是个帮YouTube打工的说书人而已 OK 由于时间关系 我只回答了比较多人问和关心的问题 要是还有机会 比如我再被YouTube白盈利的时候 我们才再来做一次QA吧 那好了 我是沈基 我们下次见 Bye Bye by bwd6 by bwd6